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敬请点赞加订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白花版聊斋之一 水芒草原著蒲松林 水芒草属于毒草 慢生像隔藤 花式紫色的 类似扁豆花 人们如果误吃了它 就会立即中毒死亡 成为水芒鬼 民间传说 这种水芒鬼不能进入轮回转生 必须在有人中毒死亡后 才能被替代出来 所以 楚地桃花江一代 水芒鬼特别多 楚地人称同一年出生的人为童年 地名片拜访时 都是称为耕雄耕地 子植被则称其为耕博 传统习惯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祝生到童年街去拜访 半路上又热又渴 想喝点水 忽然间 见路旁有个老太太 支着棚子卖水 便忙过去 老太太把她迎进棚内 端茶倒水很是殷勤 祝生嗅到茶水有怪味 不像一般的茶水 便放在那里不喝 起身要走 老太太急忙拉住祝生 换道 三娘子 快端一杯好茶来 不一会儿功夫 有个少女捧着茶杯 从棚子后面走过来 年纪约有十四五 姿色容貌非常艳丽 带着纸环碧串 晶莹透明 光彩照人 祝生接过茶杯 早已神魂颠倒 嗅一下茶水 方向无比 喝尽后又再三索药 祝生见老太太不在 调戏地抓住少女的纤细手腕 脱掉指环一眉 少女红着脸颊微笑着 祝生更是心神摇荡 又急忙问少女住在哪里 少女说 郎君晚上假如再来 我还在这里 祝生要了一小撮茶叶 收好了指环就走了 祝生到了童年节里 觉得心里恶心 怀疑是喝茶水害的 便把事情经过 告诉了童年 童年大惊说道 坏了 这是水盲鬼 我的父亲就死在水盲鬼手中 这无法挽救 如何是好 祝生非常害怕 掏出茶叶来验茶 果真是水盲草 又拿出指环 讲述少女的情况 童年猜想说 这少女必定是寇三娘 祝生听到她说的名字 确实相符 便问何以得知的 她说 南村富裕大户寇家 有个女儿 历来就有艳丽的名声 几年前 由于物吃水盲草而死 想必她成了妖妹 有人说 被水盲鬼魅迷惑的人 如果知道鬼的姓氏 再找出她穿过的裤裆 用的煮水喝就可以痊愈 童年便急忙跑到寇家 把事情告诉他们 久久跪着哀求 寇家因为考虑到 她是替代自己女儿死的 所以吝惜不给 童年愤恨返回 告诉了祝生 祝生恨得咬牙切齿 说道 我死了 必定不让她的女儿脱生 童年抬着祝生送回去 刚到家门就死了 祝母嚎啕大哭 将儿子埋葬了 祝生留下一个儿子 刚满周岁 妻子守不住 半年后就改嫁了 祝母把孤儿留在身边 自己补养她 劳苦不堪 终日哭泣 一天 祝母正抱着孙子 在屋里哭泣 忽然祝生悄悄地进来了 祝母非常恐惧 擦掉眼泪 问儿子是怎么来的 祝生回答说 儿子在地下听见母亲哭 心中甚是伤悲 所以就来侍候母亲 儿子虽然死了 在阴间已经有了家事 马上就叫她 同来分担母亲的劳苦 母亲不要再悲伤了 祝母问 儿媳妇是什么人 祝生说 寇家听儿死去 儿非常恼恨 死后想寻找三娘 却不知她在什么地方 最近遇上一位庚伯 才告诉了她的住处 儿去找 三娘已投生到认识郎家 儿迅速追去 硬是把她捉来 现在成为儿的媳妇 也还相处不错 没吃什么苦 过了一会儿 门外有个女子进来 穿着华丽的衣服 长得十分漂亮 她跪在地上拜见祝母 祝生说 这就是扣三娘 祝母看了 觉得虽然不是活人 心里也稍感安慰 祝生便让三娘操作家务 三娘很不习惯做家务 但是顺程祝母意愿 也还令人喜欢 从此 他们就住在过去住的房间 留下来不走了 三娘请祝母告诉她的家里 祝生不想让母亲告诉 但是祝母还是顺着三娘的意愿 把这事告诉了三娘家 寇家老两口听后大惊 他们连忙坐车赶来 一看果然是三娘 对着她失声大哭 三娘劝为老两口止住了哭泣 寇家老太太 看见祝生家很清贫 心里很不好受 三娘说 人已经成了鬼 还厌恶贫穷干什么 再说 祝家母子对我情义很厚 我已经满足了 于是又问 那个卖茶的老太太是谁呀 三娘说 她姓妮 她自知不能迷惑行人 所以求我帮助 如今已经转生在 郡城卖茶水的人家 说着又看着祝生说 既然当了女婿了 还不拜见岳父岳母 我心里该怎么想呢 于是 祝生才过去给岳父岳母 行拜见礼 三娘便下厨房 带祝母做饭 招待自己父母 寇家老太太看到这种情景 心里很难受 回家后立即派来 两个丫鬟来做活 还送来一百斤银子 几十匹不薄 还经常送酒送肉 使祝母稍稍富裕一点 寇家还时时接三娘回家 三娘回家住上几天 就说家里没人 应当早些送女儿回去 有时寇家有意多留她住几天 寇三娘就会悄悄走掉 寇家老头子 还给祝生盖起大房子 一切都非常周到齐备 不过祝生始终没有去寇家拜见 有一天 村里有人种了水芒草的毒 死去后又苏醒过来 大家在传播这件事时 都认为很奇怪 祝生说 这是我使她活过来的 她被离酒所害 我替她把鬼驱逐走了 祝母说 你为什么不娶人代替自己呢 祝生说 我极恨这类人 正想把他们都赶走 我怎么肯做这种事 再说 我事后母亲很快乐 不愿转生 由此 凡是种了水芒草毒的 往往准备丰富的酒食 送到住家院里祈祷帮助 很灵验 过了十多年 祝母死了 祝生夫妇挨回守丧 但是不面见客人 只是叫儿子披麻戴孝 教她礼仪规矩 埋葬母亲后 又过了两年多 为儿子娶了媳妇 这个媳妇就是任侍郎的孙女 在此之前 任侍郎的小老婆生了个女儿 没几个月就夭折了 后来听说祝生与三娘的异事 于是叫人赶车到了祝家 与祝生定了翁婿关系 到这时 任侍郎又把孙女 嫁给祝生的儿子 往来不断 一天 祝生对儿子说 上帝因为我对人间有功 封我为四毒木龙君 现在就要夫人去了 不一会儿 看见庭院中有四匹马 驾着黄围自车 马的四条腿长满了铃甲 祝生夫妻穿着盛装走出来 一同登上车 儿子与儿媳妇都哭着拜别 他们一转眼就不见了 同一天 寇家见女儿来 拜别父母 说的话与祝生一样 老太太哭着挽留 女儿说 祝郎已经先走了 出门就不见了 祝生的儿子叫祝鄂 自离晨 在请求寇家同意后 把三娘的尸骨 与祝生合葬在一起 妈咪 上海 naszej 总好 500 芳